可以嗎 可以 要對他大聲的 這樣可以嗎 台下人聽得到嗎 哈囉 可以嗎 OK嗎 好 因為我今天比較沒什麼聲音 最近都在熬夜 還是你們想要聽我唱首歌 好啦 因為早上的時候 我先跟大家閒聊一下 早上的時候我來這邊 丟同影片給我們辛苦的PDDA的時候 然後發現就是我格式錯誤 所以後來就來來回回弄了好幾次 那你們有聽早上的那個 十一點的表演嗎 有聽嗎 有聽 最常有在聽那個 ACG動漫的人嗎 早上的那個還原也是 之一也是我的好朋友 然後我來了之後 他們都一直跟我打CASS 就說 欸 萊姆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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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說上來啊 上來啊 我說上來幹嘛 他說唱歌啊 我說唱什麼歌 我就是來 今天就是派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我現在的老本台 就是蘿莉塔的這個部分 那 今天大家知道 台下 我們那個 在J排的攤位 我們也有那個一整排的蘿莉塔 Only的攤位 那歡迎呢 等一下 講座結束 或者是你們有空的話 也可以走到J排裡面去看一看 好那 首先我要先來介紹自己 大家好 我是萊姆 然後呢 我是之前呢 是一個小小的COSER 那在小小的COSER之後呢 又做了幾年左右的那個動漫歌手 然後現在就是 我的本業是在做蘿莉塔體驗沙龍的店長 那 今天要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就是蘿莉塔到底是什麼 都在幹什麼呢 你們是不是台下很多男生 不知道我們這些蘿莉塔到底在想什麼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主意來介紹 蘿莉塔到底是什麼 好那 麻煩 就是 就是蘿莉塔是什麼 是一個塔嗎 跟蛋塔一樣可以吃嗎 就是 它是不是跟COSER一樣啊 你們都是穿得很華麗戴著假髮 那不是在COSER嗎 就是很多動漫畫裡面 有很多蘿莉的角色 那跟蘿莉塔有什麼關係呢 那如果我在路上看到 穿我這樣子的人 你覺得可以拍照嗎 就是 你是不是在COSER我可以拍你嗎 或者是 直接拿起手機 就往那個 本人這樣子拍照 這樣到底是不是 禮貌的行為呢 另外呢 就是你們一定很想知道 我們這些蘿莉塔 平時都在做些什麼 就是你們是 穿這個是要幹嘛用的 是一定有 私人的聚會才會穿這樣嗎 還是說 平時你們也是出門這樣子 就是當蝙蝠一樣穿 那到底 穿蘿莉塔有什麼 內力可在呢 最後呢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如果你想要進入這個世界 不管你是男生和女生 到底你就是想要成為一個蘿莉塔 你要去哪裡買這些東西 去哪裡買這些配件呢 那進入這個世界 因為我們有什麼潛規則 就有點像Coskey 也有潛規則一樣 譬如說 我們Coskey 也不能穿上街 不然穿上街的話 會不會大家覺得說 欸 你是不是走錯棚啊 你不是應該去同人自宅 怎麼突然在東區 或西門 你就看到一個Coskey 走在街上這樣 好 那今天就是 跟大家介紹的大綱 首先呢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蘿莉塔這個名詞 這個名詞呢 就是 蘿莉塔 它其實是一種 時尚穿衣的風格 而不是代表一個人 或是一個作品 那蘿莉塔呢 它就是 其實就是跟我們 一般所熟知的那些 龐克風啊 或是雅皮風 它就是一個 街頭的 穿衣的風格 那 它最初呢 是從雷素一代 開始流行起來 你們如果去日本旅遊的話 應該會去 去明治神宮 對不對 明治神宮走一走 那你們會不會發現說 在出那個 三首縣的車站的時候 可能就會看到 很多像那個 穿著碰碰裙 戴著假髮的女生 走在路上 因為呢 它其實就是 元素就是一個 蘿莉塔的 時尚的一個大本 大本營 那 胡適的部分的話呢 它也是有很多很多個 日本品牌 在做 長期在做經營的 然後 現在甚至呢 就是我們常常會在 新宿 人宿 或是一些 比較大的 一些車站 會發現說 蘿莉塔的胡適呢 它其實已經慢慢發展了 已經滿健全的 它其實在 百貨公司裡面 曾經有一整成 都是賣 蘿莉塔相關的東西 不好意思 那為什麼它叫蘿莉塔 那它又有什麼依據 大家可以知道說 你們有時候 可能會看 維多利亞時期 可能會出一些電影 就是譬如說像 什麼 伊莉莎白泰瑞 或者是什麼 你們都 所熟知的 馬利安東靈 這個應該是非常 有名的歷史文物 那你們也知道說 維多利亞時期 跟洛可可時期 他們這個時期呢 他們的穿衣風格 就是以 比較修身的 長洋裝 那長洋裝呢 就像我今天穿的這樣子 就是比較 大概要過西一點 那它的裙撐呢 都要撐得非常的華麗 就是裡面可能要 撐得像鳥籠一樣的形狀 那就是它的衣服呢 都是那種 比較偏古典的色彩 然後有很多很多的蕾絲在上面 然後呢 它常常可能就是會有一些 像蝴蝶結啊 的裝飾 像我今天穿的 這一件 它胸前就非常多 蝴蝶結裝飾 那這些呢 都是羅莉塔服飾的 一個重要的 電視的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重點 就好像 你有時候會看到 一個戴假髮 你不知道它到底在cosplay啊 你在穿羅莉塔 你可能就看說 欸 首先 它的那個 是不是有膨裙在裡面 然後它的長度 是不是大概是 跟膝蓋差不多 那它的配件 譬如說它頭上 可能會戴著一個 很大的蝴蝶結的 髮枯 或者是它可能是 兩個雙馬尾的一個髮夾 或者是它有可能帶 BB帽 BB帽的話等一下 可能在後面 可能如果有圖片的話 我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風內的呢 它也是一種 維多利亞時期呢 非常就是 著名的一個 辨識的一個 配件之音這樣子 好 那下一張 那羅莉塔 到底有分什麼風格呢 大家覺得呢 我今天身上穿的這件 是裡面的哪一種風格 有沒有人要回答 答對的話會有獎品 就是有我親手做的小物 有沒有人要回答 大家覺得我今天身上穿的沒件 那個 什麼 古典風 他覺得我今天身上像古典風 你們覺得呢 是嗎 其實是有點古典風的 因為其實這個品牌呢 它叫做 BABY THE STARSHARK RIDE 它其實呢 它是一個非常歷史悠久的品牌 它大概有十年左右的 這個品牌子 那它今天呢 穿在我身上的呢 它是在 去年 曾經有再版過一次 它是 翠款 深澤翠小姐的合作款 那深澤翠小姐呢 它其實本身 名字裡面就有一個綠字 就是翠嘛 翠色的翠 那所以說 今天我身上穿的這一件呢 也是屬於 稍微 他喜歡的古典風格 多一點點 那另外呢 其他的兩種 像是甜美 或是科德風 就如同你們看到空間上面 可是你們可能不知道他們是誰對不對 看得出來他們是誰嗎 左邊那位 最左邊那位 有人認識他嗎 有人認識嗎 左邊那位是那個 知名部落客小草 那中間那位 有點遠 你們可能認不出來吧 中間那位是誰 知道吧 知道嗎 知道嗎 中間那位是知名Poser 伊子 然後 看不出來對不對 然後 右邊那位 右邊那位比較大 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右邊那位也是知名Poser 然後 這幾位呢 就是 沒有是友情贊助 就是 出賣他們的肉 沒有啦 沒有出賣 就是 我有請他們來就是幫我們就是拍攝一些樣照的圖片 那後面也會分享一些美照給大家看 很難得可以看這些Coser穿那個羅莉塔的衣服 那為什麼他們會願意穿呢 他們會不會有角色包袱啊 覺得說 欸我穿這個是不是在Coser 其實那羅莉塔他就是一個平常可以穿上街的服裝 所以說你不用 不用覺得說我今天一定要帶哪一頂假髮 然後 或者是我不一定一定要這件襯衫配這件男裝 他其實就是一個很自然的 就是像你平常在出門的時候 你會選擇今天要穿什麼衣服 看你的心情怎麼樣 你就選擇哪一件衣服這樣子 好請幫我下一題 那他到底是不是在Cosplay 我想台下的大家聽我這樣講之後 都應該知道說 其實Cosplay呢 他是在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那個動漫畫裡面的人物 或者是一個指定的目標 那我們穿羅莉塔是在Cosplay嗎 其實呢穿羅莉塔大部分的人都是希望說 我的穿著能夠 第一個是滿足自己 覺得說欸我穿這樣很好看 第二個是走上街的時候 可能會獲得一些朋友 或是一些友人的讚美 就覺得說欸你今天穿這樣很好看喔 是哪一家的衣服啊 那以後有沒有機會 我也可以跟你一起穿這個衣服 對那所以說 在路上 你們應該會常常遇到 蘿莉塔 所謂的蘿莉塔 就是 蘿娘 簡稱啦 簡稱就是穿著蘿莉塔的姑娘 就叫做蘿娘 那在路上 遇到蘿莉塔的場合 你會不會就是 沒有禮貌的 就跟旁邊的人說 欸那是不是在Cosplay 這樣子 大家應該都有過這樣的經歷路的 那因為呢 其實我們穿著華麗的衣服 可能就會被人家誤解說 我們是不是跟 角色扮演是相關的 可是呢其實 蘿莉塔的大家呢 都是內心 發自內心的覺得 我們是在做我們自己 而不是在做別人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因為呢就是其實 蘿莉塔它是一種時尚的風格 所以說 你今天不管怎麼穿 應該都沒有必要 要被大家普通論足 說欸你今天是在Cosplay那個誰誰誰 或是怎樣 那所以蘿莉塔呢 常常就是不喜歡 被誤解的Cosplay 所以說 如果你今天在路上 看到一個蘿娘 從旁邊走過去 或是看到有人 在搭捷運的時候 麻煩你就好好的稱之她為 欸那裡有一個蘿莉塔 或是那裡有一個蘿娘 我想那些蘿娘在聽到的時候 會非常的高興 因為她會覺得說 終於有人 不是說我在Cosplay那裡這樣子 那你們看到 穿著很華麗 很漂亮的蘿莉塔 應該同樣都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呃是不是可以拍她 就譬如說 我今天穿這樣走在路上 可能不是在花博這個場地 可能是在捷運上 或是在路上 走在西門町 或是東區的路上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她 今天的穿著 你想要拍她的話 請有禮貌的跟她講 不需要用一些就是小手段 欸我不好意思講 所以我在旁邊偷拍她 因為其實蘿莉塔 跟我們大概一樣啊 我們都是平凡的人 我們也不是一個公眾人物 就算是公眾人物 她走在路上 她有她自己的肖像權 我也可以對妳拍吧 所以說在路上 如果看到蘿莉塔 走在那個街上的時候 你如果真的很想跟她拍照 請有禮貌 我跟她說 呃這位姐姐 或是這位姑娘 我可不可以跟妳一起合照 或是我可不可以拍妳 這樣 我覺得妳今天穿得好好看 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說 大家之後呢 如果在路上 真的很喜歡她 可以勇敢的去跟她說 因為其實我發現 有很多媽媽 她會帶小孩 小孩子呢 她就會覺得 欸這個姐姐穿得好像公主 好好看 然後我想要跟那個姐姐合照 可是 小朋友都會比較害羞 不太敢問 然後媽媽就會說 好媽媽媽 我媽要去跟妳 跟那個姐姐講 然後其實還蠻有 蠻多這樣子的 例子 在我們生活 日常生活中發生的 那我們還蠻希望說 如果真的很想要拍照的話 其實有禮貌的詢問 或者是怎樣 那如果她真的不方便 譬如說她在趕時間 她等一下就要去趁那個聚會 她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她就會跟你講 那其實有詢問過的話 會比較好 因為 如果你是就是 直接偷拍她的話 那我想她自己本身 如果之後 事後知道的人 會覺得非常的不適滋味 為什麼她 穿這樣子 就要被偷拍這樣 然後下一張 好接下來就是 我常常走出去的時候 可能會穿這樣 如果妳在那個 ATP4 Farm的四樓 看到穿著像 像這樣子的一個羅娘出現的話 請不要覺得奇怪 因為那裡是一個 非常適合拍照的地方 大家都有去過 ATP4 Farm 內動百貨公司 內動百貨公司的四樓呢 是一個整層 都是有裝潢做的 一個下午茶餐品店 那我還蠻喜歡去那裡拍照 因為那裡的燈光柔美 怎麼拍多美 然後又有都是 可以騎你的 所以如果你去那裡 看到有一些羅娘 在那邊拍照 請不要覺得奇怪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 跟她合照的話 你可以有禮貌的詢問 那另外呢 右邊那張就是 前年我們有辦一個野餐會 也在那個你們很熟知的地方 這個綠色的草坪呢 就是花佛萬葉的那一塊 就是原山捷運在出口 然後直接走出來 會有一塊大草坪 那我們前年呢 就是十月份的時候 有在那裡辦一場 羅里塔的野餐會 那在那邊的話就是 有樹蔭的位置 還蠻適合野餐的 而且不需要任何的申請 所以如果以後有野餐的話 可以參考那個原山捷運在出口的 那一塊大草坪 好 下一張 謝謝 好 接下來就是 剛剛經由我這麼的 就是很囉嗦的講解一堆之後呢 想必大家應該就已經有 比較了解羅里塔了 那另外呢 就是這幾點就是要給大家宣導說 羅里塔到底在想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對於我們穿著的樣子 其實呢 我們就是把它當作是 視為是表達自己自信的一種象徵 那我們會覺得說 平常我們穿的衣服也不是模特兒 或是也不是一個就是名人 那我穿普通的衣服走在街上 我就會覺得說很普通啊 可能十個人裡面 大概有兩三個人都跟我穿那麼像 那我們穿這個羅里塔風格 第一個呢 其實只是滿足自己的一個 就是自信 自信不足嘛 就想說 欸 穿漂亮一點的衣服 看看就是自己會不會比較開心 那所以它其實是一種叫華麗 而且帶有個人特色的一種不適合風格 為什麼說帶有個人特色呢 譬如說你在Cosplay的時候 你可能是要去揣摩這個角色 這個假髮一定要什麼色 這個上衣一定要短到什麼樣的程度 裙子要多短 那靴子或是鞋子只能配內霜 不能配其他的 可是呢 在羅里塔的部分的話 它並沒有一定的規定 譬如說我今天要穿這件洋裝 因為這件洋裝是一體成型的 我就沒有襯衫 可是如果我今天穿一件背心裙 我就可以想說 欸 我今天要穿短袖的襯衫 長袖的襯衫 還是說我要可以搭一個就是比較亮一點的 就是我如果穿深色我想要搭白色 也可以這樣子 那我的鞋子 有必要一定要搭一模一樣的顏色 不一定要我也可以穿白色 我也可以穿黃色 我可以穿綠色 或是紅色 那它的穿著搭配並沒有任何的規定 意思就是說 我就跟我平常 就是早上出門想要穿哪一件的感覺一樣 我是隨我自己的心情去搭配的 那就是另外第三點 就是我在 我剛剛有宣導說 如果在路上看到蘿莉塔的姑娘的時候 你不知道怎麼叫她 你要叫她衛嗎 她說 那個衛小姐 或是什麼人 然後她就會不知道你在叫她 所以如果你想要 稱呼她的話 你可以稱呼她為 蘿娘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蘿娘的日常 我們其實跟一般人一樣 也會吃也會睡 也有自己的工作 或是我們可能也是學生 或是幹嘛的 所以我們跟在座的大家都一樣 我們只是把這個穿著服飾的風格 當成是自己的興趣 那怎麼樣說興趣呢 比如說有些人平日一到五 為她要上班 所以她就穿著很服素 也不化妝 戴個眼鏡 就跟那個魚乾女一樣就出門了 可是呢 在六日的時候 她可能就會打扮得比較華麗 因為她就覺得說 欸我一週我就休息 這麼一天兩天 我想要就是弄得美美的出門 就跟一般女生想要打扮成 自己喜歡的樣子是一樣的 所以說呢 她其實跟我們普通的人 都過著一樣的生活 她並沒有不時的煙火 也沒有說為了要買這件衣服 就一定要不吃不喝幾年這樣子 好那再來就是說 怎麼樣的情形 你可能可以穿著蘿莉塔呢 譬如說像這幾年來 如果你有遇到朋友結婚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去參加一些婚宴 那在婚宴裡面 你可能就會看到很多穿著 像我今天穿著的這樣子的女孩子 因為呢其實你會覺得說 蘿莉塔的衣服呢 她是比較正式的華麗的一個服裝 所以你常常會見到她出現在正式的場合 譬如說如果是畢業舞會 或是像我剛剛有提到的婚宴或是茶會 比較正式一點的茶會 你可能會看到有女生穿著這樣 甚至這幾年呢有很多需求是 譬如說像在尾牙表演的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她其實是很隨手可可的一種服飾風格 她不一定一定要 像有些人想要辦圖 或是想要辦Cosquade 她必須要找特定的服裝 那其實蘿莉塔呢 她其實就是一種私服 平常在私底下穿的服裝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 就可以找到類似的衣服 不一定要 因為我要套是這個人 所以我要找到跟她一樣的假髮 或是一樣的衣服 所以說其實 在很多場呢 你會看到蘿莉塔慢慢的衝刺在你的生活當中 那另外呢 像我也提到的野餐 就是去年的 前年的部分 我們有辦那個大型的野餐 那野餐呢 還蠻流行穿蘿莉塔的 因為像我穿著這樣的 就是還蠻容易走在路上被搭側目嘛 那如果出現在野餐的場合 因為它就是一個衣衫放鎖 然後有小鳥在腳的一個環境 那我就會覺得說 欸我坐在那裡 然後享受我的下午茶點心 覺得是一件很宜蘭自得的事情 所以呢 常常在野餐會的時候 你會看到穿著蘿莉塔的人 那另外另外就是在餐廳 可能會遇到一些私人聚會 或什麼的時候 你可能去吃飯 或是跟人家約下午茶 你可能看到一間很漂亮的餐廳裡面 可能也會有一群 像我這樣子的女生坐在那裡 我們其實就跟一般人一樣 想要在那裡享受下午茶 然後去拍美美的照片這樣子 好 下一張 好這是前年的那個前面的草坪 就是我們那個野餐會的照片 雖然解析度不太OK 但你們知道我是哪一個嗎 知道我是在哪裡嗎 找到嗎 好不太重要 有嗎 有看到嗎 我在正中間 就是那個 雙手這樣裝可愛的那個 就是我們那天穿了一個紅色的裙子 就是覺得 紅色這個彩莓的主題很適合演唱 好的 下一張衣服 那最後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到底要在哪裡去購買這些衣服呢 如果你真的今天 經由今天的了解之後 你很想要進入這個世界 你要去哪裡買的 第一個呢 就是胡適的特大洋港 官網 海外購物的地方 就是我今天身上穿的這一件呢 是那個 Baby的Sharp Guard 這個品牌 它出的一個洋裝 那這個品牌呢 像是日本羅利塔品牌的大宗 你們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官網 上面有非常多 就是最新潮流的 因為它一直一直在出新品牌 那另外還有就是Android Q 這兩家呢 是日本的品牌裡面 算是銷路最好 而且是最多人知道的品牌 那另外呢 就是FBOB的社團 歡迎大家去加入這個社團 叫做二手衣物買賣交流社團 不好意思 露了買賣 就是因為呢 這個社團呢 裡面目前的成員 大概有三千多人 那這個社團 也一直很努力的在 推廣羅利塔 並且 舉辦一些販售的活動 你們也可以加入這個社團呢 就會發現 每天都會有買不完的衣服 出現在也不壓強一點 好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像代購的部分 為什麼要找代購呢 是因為剛剛第一個管道 就是如果你直接在海外購物的話 可能難度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它可能需要有那個信用卡 或是PayPal帳戶 有用那個P-A-L P-A-Y P-A-L 這個帳號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大的 一個國外的精油網站 那所以說 如果你沒有辦法自己買的時候 你可能就需要委屈羅利塔的代購 因為他們非常的專業 會幫你解決任何的問題 然後把商品送到你的手上 那另外呢 淘寶網的部分呢 是針對有一些預算 因為大家都知道 日本品牌它的售價稍微高了一點點 除非它在主控制的時候 它可能會達到半價 或是三折四折 但是呢 通常羅利塔的品牌 它的良裝的單價都會較高一點 可能就是一件良裝要八九千塊以上 所以說 如果你覺得太高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可以參考一些 淘寶網他們有在做自己 大陸的自己的品牌 那現在大陸的品牌 現在也做得滿好的 不管是在品牌上面啊 或是在印花的精緻度上面 其實都有慢慢的提升 而且其實他們的售價也不會很貴 可能就是兩三千塊 是大概就是你去百貨公司 可以花的錢價格這樣子 因為台灣人的消費習慣 可能還是會希望說 買衣服的部分不要花太多錢 所以你可以參考 就是聯卡代購或是拋保網 那如果呢 想要減賠你的話 就要加入那個 FB的那個二手衣物交流試管 交流社團 因為呢 它裡面呢 就會有很多很超級的商品 好 下一張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 我又不會化妝 我又不會買衣服 我不知道哪一件適合我 或是 我真的覺得好難喔 要怎麼搭配這件事情太難了 那你就來找我們吧 因為我們是那個專門在 解決你們這些困難的 那我這邊是那個 在西門町的店家 我們是這個 左下角 現在已經被紅膠看到了 我們是那個Norra Salon 那我們在西門町有實體的店面 可以就是讓你們直接來體驗蘿莉塔 譬如說 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真的不知道我適合哪一個風格 我剛剛講了那麼多 什麼甜美風 古典風 哥德風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臉型 或者是我的樣子 到底適合什麼 那你可以來我這邊 我會幫你就是建議 而且我們會幫你就是從頭到腳 你只要能買就好了 我幫你化妝 幫你搭配 然後幫你拍照 拍那個照片 好 那後面就是一些比較 可以下一張 大哥 大哥幫我下一張 好 就是下面是一些就是 店內的一些 食景的部分 因為我們是第一家台灣的食景店 所以就是我們簡單的希望就是各界 能夠給我們一些交流 一些建議 那後面下一張 也可以幫我放下 對那這裡都是我們店內食景 就譬如說 我們有很大的燈飾 燈化妝區 然後還有 像樣的那個 棚景的部分 我們也是定期會做更新 那這些棚景呢 現在都長得不太一樣 對那這是舊 舊資料的照片 那歡迎如果你真的 很想要了解蘿蜜 你也可以加我們的 FV社華 然後我們是 Purora造型的攝影沙龍 那最後 有幾張比較漂亮的照片 非常非常漂亮 左上的那個Coser是阿兆 然後右下是依子 然後左下是蕭草 然後右上就不管他很好 然後下一張是 這一些是那個我們 實際上面 就是體驗的客人 那有一些比較好的照片 我就放上來 不過我沒想到LED 如此的 如此的悲慘的話 只會再下一張自己 好最後就是Q&A 今天有問問題的 會有小禮物 有沒有人想要問問的 那個 那一區 那一區 幹嘛 到底 為什麼不問問題 我準備了很可愛的 那個 很可愛的那個 貓獎 這是我們那個 新品 新品系列的那個 軟龍貓獎 還有那個馬卡龍 就是有沒有人要問問你 沒有嗎 沒有 好 那不然我問你們好了 沒有 真的 你要問什麼 什麼 然後男生可以穿 對 這個問題我好好的回答你 其實我們店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 衛娘的客人 為什麼那麼說呢 因為衛娘呢 他們通常在化妝上面 非常的普手 他們不會怎麼化妝 那我們店非常 接到非常多衛娘的客人 那衛娘可以穿 我要先給你 衛娘可以穿 然後但是必須要有一些條件 譬如說 因為男生的健康比較大一點 然後我們店裡面提供的尺寸 跟所有的店家出的尺寸 大部分都是以羽性的健康為止 所以說 男生來的時候 我們會跟他 確認尺寸的問題 然後另外就是 可能會請他自備襯衫 你只要自備一件白色的襯衫來 然後我們是可以接受 男生的客人的 那如果說你想要來體驗的話 歡迎洽詢我們的FP 跟那個等事團的地方 可以跟我們交流 好 欸你要選一個嗎 等一下下場之後來跟我選 還有沒有人要問問題 請問 他說男生 就是如果說今天 我有個女朋友是裸娘 那我要怎麼穿 跟他比較搭對不對 是嗎 對 其實呢 男生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也出了蠻多 男生尺寸的王子裝 所謂的王子裝 就是一個裡面是一個白色的襯衫 可能他這邊有一個比較古典的領結 那他上身呢可能都是穿黑色的馬獎 下面穿黑色的西裤 其實男生的話還蠻流行這樣穿的 其實這個可以把你自己想像成 如果你沒有那些衣服 你都沒有 那你都穿西裝 跟你的女朋友絕對可以搭 可是呢你要記得的是 如果你是參加婚宴 穿著西裝去 你可能就會被認為是新郎 因為上次我一個朋友 他陪他的女朋友一起去參加婚宴 那他就穿著很正式 因為他女朋友羅娘嘛 就穿蘿莉塔 然後他就穿著西裝 黑色的西裝 然後就一直被人家誤認我也是新郎 怎麼辦呢 他就說下次我可能就不會穿這麼正式 可能就是一個白色的襯衫加黑西褲就好了 對 那如果說你有多困擾的話 你可以參考我今天說的 千萬不要整身的西裝 好他有沒有問題 衣服的什麼 保存是不是 其實呢 跟我們一般的洋裝其實很類似 就是如果你要洗的話 建議是你自己手洗 譬如說我今天身上這件 他沒有任何的華麗的那個印花 所謂的印花就是在裙敗 今天會有一圈那個很多的圖案 那他如果是沒有印花的款 我建議就是你自己可以參考他裡面的洗標 他可以手洗的 你就自己用手洗 盡量是用浸泡了之後再把它印乾 那如果你真的自己不會洗的話 你就請乾洗便洗 因為乾洗便非常會處理這種洋裝 因為他們洗過非常多的細膚 細膚嘛 就是那個很多個仔細或什麼細膚 所以說就是把它當成是 比較貴重的洋裝在處理 你可以手洗 你也可以送乾洗 那比較保險一點的話就是送乾洗 那因為現在台灣乾洗也沒有 一件也沒有很貴啊 大概150到250之間 所以就是在保存上就是你把它拿回來之後 你一定要把它折好折品 或者是把它吊掛起來 就是這樣的話會比較不會損傷到嚴重 那如果你就是隨意的收納它 它就會容易皺皺的 不好看 好 請問 他說手作的小木 如果想要自己做的話 要怎麼開始 我建議呢 你可以去永樂 找一些就是斷袋型的 就是他可能是 剪幾碼幾碼的斷袋 你可以先從小的邊夾的蝴蝶巾開始 就所謂的邊夾就是 嗯 你看一下現在現場有沒有人有帶邊夾 就是 譬如說像那位就是 穿浴衣的那位 他口上呢 他是一個 小花在中間 主體的一個蝴蝶結邊夾 那你可以先從那種開始 那其實不會很難 網路上面都有很多教程 對 然後你就可以先從斷袋型開始 慢慢你就可以進階 你可以做一些變化 譬如說有些人就開始做飾品 那種身上戴的這個飾品 他也是一個很有名的 沒有很有名的 波鈴蝶結工作室他做的飾品 那現在蘿莉塔的飾品非常多 他都在這一排 你可以去跟大家交流一下 還有沒有問題 我們時間差不多 還有問題 請問請問 那飾品要怎麼是怎麼會壓抄 怎麼我聽不到 經典 那他就是說 那飾品要怎麼收 他不會壓抄 喔 飾品要怎麼收納 我今天照片沒有拍到 大家知道 佛羅拉裡面有一個很厲害的鏡子 它是一個例鏡 就是大概是不到人那麼高吧 就是大概就到我的那個 嘴唇這麼高 大概一百 一百二十公分左右 它是一個例鏡 那其實他打開之後 裡面暗藏旋關 它裡面可以收納非常非常多 譬如說像戒指啊 像項鍊啊 或是甚至有些小髮夾啊 所有的都可以收納在裡面 所以我建議你們 直接在露天 或是在沙堤上面 你應該可以找到 例鏡 應該是收納例鏡 這個關鍵字 你就可以買個那個 很漂亮的串衣鏡回家之後 把飾品全部都收納在裡面 因為其實飾品真的是 李李可可很多 還蠻難找的 那我建議你就是買個那個 然後又可以拍妹妹的自拍照 又可以就是直接把飾品 分門別列的直接 收納在裡面 好 還有問題嗎 還有還有 這邊最後一會了 最後一會 這位同學他的問題就是說 他每次買了衣服回去之後 在搭配上面 他都會 就是覺得很苦惱 不知道這一件搭他比較好 還是怎樣比較好 我覺得穿搭有一個最大的重點 最大的重點 我在這邊講 就是如果你裙子的本體 已經是非常華麗了 比如說裙擺有非常多花 然後甚至連整個身上都是花 那你的飾品 或是你的襯衫 或者是你的襪子 就不要太花俏 因為呢 如果你的主體已經在你的裙擺上面的話 那你的襪子啊 或是你的襯衫 如果選擇非常花俏的時候 就會整個強調整體的風采 就是你不知道你的焦點 應該要聚焦在哪裡 那如果你身上是穿著一件非常非常素的 譬如說像我今天這件 它其實顏色很素 但是它的款式並不是 如果是一個素色款的 我就建議你在你的身上的飾品 就可以盡量的去加強它 讓你的那個整個重點 就是可以平衡得很好 因為你襪子 你就不一定要找素色 你可能就是找比較有印花的襪子 或者是頭飾上面 你可以去做一些比較華麗 比較閃亮的搭配 就不用 就是不用讓你整身都素素的這樣子 好 謝謝 那今天的講座 時間應該也差不多了 那剛剛有問問題的人 麻煩 我下台之後來找我拿小禮物 謝謝大家 那如果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歡迎到我們的粉專 我們的福羅拉造型攝影沙羅 然後我們今天呢 在這一排 捷克的J 這一排有非常非常多 羅莉塔的飾品的攤位 還有一些像手作攤 手作攤比較多 還有假髮攤 歡迎大家到這一排來逛逛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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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rows 我都是請 Roger 非常事ไ rewarded 很久別 星大龐三